第三十七集 沈海华爽朗地笑了几声 拍拍女儿的肩膀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蒙家 我和你说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这还好事 沈梦家瞪大眼珠 有些难以置信 沈海华点点头 颇为认真的道 他身边有一个如此美女 只能说明叶先生 也有七情六欲 这正是我们沈家的机会 我肯定 江城之内 能比得过你的女子 不超过十位 也就是说 只要你主动 叶先生自然抵抗不了 还有 你根本不知道 叶先生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江城不会是他的舞台 江南省也不会是他的舞台 他的舞台永无止境 你认为这种人物 身边只可能有一个女人吗 别说一个了 十个都算少 沈梦家听到父亲的话语 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 不过转念一想 也确实正常 自古以来 哪个强大的男人 不是后宫家里三千 女人对于强者来说 只不过是附庸品 就连父亲 作为江城的商业巨拨 母亲其实也是知道 他外面有些女人的 但是叶辰真的值得 自己付出吗 他真的配得上 父亲如此高看 沈梦家有些怀疑 从他认识叶辰到现在 他只知道 这个男人会些医术 可是医术 真的主宰一切吗 沈梦家不打算 继续想下去 因为他一想到 叶辰的样子 就有些莫名的生气 沈海华知道自己的女儿 已然接受这个事实 也不打算多说什么 目光落在手中的纸条之上 西林弄十四号 这是哪家饭店的地址啊 江城有这个饭店 沈海华有些懵了 他在江城也算待了几十年 但是对于眼前的地方 他似乎从来没有听到过 沈梦家 你知道这个西林弄在哪儿吗 他向自己的女儿求助 沈梦家看了一眼纸条上的内容 也是秀眉一贫 我也没听说过 难道不在江城 就在两人疑惑的时候 坐在驾驶座的司机小徐 弱弱地开口道 沈总 我好像知道西林弄在哪儿 沈海华一拍大腿笑道 哈哈哈哈 难道这地方已经没了 沈海华和沈梦家的脸色都有些变了 他们这十几年来吃的东西就没有下过一千 就连喝水也都是进口的斐济水 现在夜晨居然让他们去吃这种不干净的小吃 夜晨不是刚拿了近一个亿的诊费吗 这么快就沦落到请他们吃饭要到这种地方了 我的天哪 如果换成任何一个人这么做 沈海华估计早就气得砸桌子了 但是对于夜晨 他全然生不出气 只能长叹一声道 哎 现在还早 先回别墅吧 晚点再去这个西林弄吧 这好歹是夜先生的一番心意 晚上五点 差不多时间了 夜晨便催促着孙姨出发 结果孙姨愣是换了十几套衣服 直到满意为止 一条短裙配上黑丝袜 恰到好处 再加上细高跟 直接把孙姨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孙姨 你穿成这样是相亲去吗 夜晨道 孙姨白了一眼夜晨傲娇道 女孩子出门 总要好看点嘛 这不是也给你长脸吗 夜晨也不继续闲聊 直接和孙姨下楼 因为穿着高跟鞋的缘故 孙姨这次没有开车 两人选择走到门口 拦出租车 拦了半天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辆出租车都没有 夜晨 我们去对面的路口吧 那边出租车经过的比较多 孙姨道 夜晨自然答应 两人刚到路口 却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熟人 只见孙姚姚和一个穿着名牌的女子 从不远处的汤尘衣品中走了出来 孙姨连忙转过身去 低着头轻声道 真扫心 又碰到这家伙了 远处的孙姚姚 自然也注意到了孙姨和夜晨 上次医院发生的事情 还历历在目 这几乎是她这辈子 受到的最大屈辱 明明自己被打了 还要向打的人道歉 这是什么荒唐逻辑 关键 她在孙姨这个穷逼面前 丢尽了脸 她这十几年树立的形象 都在那个晚上崩塌了 她把这一切 都怪罪在了孙姨的身上 她现在也依然不理解 父亲为什么怕那个老头 不就是个破医生吗 医生有商人赚钱 不再多想 她侧过身对身旁的女子道 欣儿 你看到那个路口 穿得那么骚的女生吗 我上次和你说的孙姨就是她 旁边那个就是她的男朋友 这两个人 那天你是不知道 在医院有多嚣张 我当时还提起了你 结果他们说就算你来了 也没屁用 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 孙姚姚的闺蜜李欣 听到后面这句话 脸色有些不悦了 她的父亲是江城科园集团的老总 家产数十亿 和孙姚姚的父亲比起来 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何况她和那两人根本不认识 这两个狗男女在她背后这么说她 是不是有点过了 孙姚姚拉了拉李欣的手 撒娇道 心儿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李欣思考了几秒点点头 走 我们过去会会那对狗男女 很快 孙姚姚就来到了孙姨面前 她眼神上下打亮了一番 嘖嘖道 哟 这不是孙姨吗 今天穿成这样是干嘛去啊 孙姨根本不想搭理这两人 直接挥挥手 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对叶晨道 叶晨 我们走 再不去就要迟到了 心里弄离这里有点距离 叶晨看了一眼身后的两个女子 也不想多事 一脚迈入出租车 关上门就离开了 李欣看着出租车远去 嘴里喃喃道 西林弄 这不就是那条破垃圾街吗 我爸好像都打算拆了那一片了 看来孙姨的男人也不怎么样嘛 居然请女朋友去这种地方 真是两个穷鬼 孙姚姚突然想到了什么 拉着李欣的手道 欣儿 要不 我们也跟上去看看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两个穷鬼吃什么垃圾玩意儿 李欣虽然对那个地方没什么好感 但是一想到这对狗男女 在自己背后骂他 便鬼使神差地点点头 好 我让我的司机过来 西林弄十四号 夫妻烧烤 汪叔和张仪看着冷清的门面 只能坐在外面发呆 他们知道这地方客源少 却没有想到这么少啊 这都大半天了 一个上门询问的人也没有 张仪甚至还去街角 发了几百张传单 根本没有用 再这样下去 能不能挣到房租钱都不一定 张仪看向垂头丧气的丈夫道 算了 今天估计没什么担子了 到时候我们做外卖好了 今年行情确实不行 到时候孩子的学费估计也没涨落了 汪叔点点头 有些无奈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问道 老婆 那个 阿陈是不是说今天要带朋友来吃饭呢 张仪听到丈夫的询问 一拍脑门 这才恍人道 啊 对呀 阿陈应该晚点会到 今天我们也别想着开门大吉了 我看啊 就给阿陈搞个接风宴就行了 汪叔点点头赞同道 行 那我这就去里面准备一下 不能让阿陈的朋友看我们这么寒碜 两人刚准备走到店里去 一辆家常林肯慢慢地驶了过来 他们顿时又停住了脚步 毕竟他们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气派的豪车 你看看那辆车 多气派 坐在车里面的那要有多有钱啊 张仪感慨道 人家的生活和我们这种低层的生活 差距太大了 哎 哎 不对啊 这种没人知道的小地方 有钱人怎么会来这里 汪叔也是颇为羡慕地看了一眼 正缓缓使来的家常林肯道 你这娘们儿太爱管闲事了 别人来这种小地方关你什么事 说不定是房东呢 隔壁不是还有座大厦吗 也有可能是里面的大老板 反正不关我们的事 哎呀 有这个闲工夫 还不如去准备准备晚上的菜呢 张仪被数落了一顿 本想反驳 但是想想也是 这种有钱人注定和他们无缘 更不会成为他们的客人 有什么好关心的 他刚打算进店去 只见家常林肯已经停下了 更是硬生生地停在门口不远处 家常林肯驾驶座下来了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子 男子手里拿着一张名片 来到夫妻烧烤前 看了看门牌 又看了看纸上的内容 数秒之后长嘘了一口气 应该就是这里了 张仪和汪叔有些懵了 这是闹哪出啊 还真来他们这里 司机小李笑了笑 颇有礼貌地问两夫妻道 你好 请问你们这里是西林弄十四号吗 张仪和汪叔一正 僵硬地点点头 脸上要多古怪就有多古怪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 是不是惹上麻烦了 不然这种有钱人家的司机 怎么会问他们的地址呢 请问你们这里是西林弄十四号吗 感谢观看